大家好上期的我们用洗衣粉混在那个水里面来冲这个红火仪 然后这红火仪没事啊 那么这一期就厉害了这一期的我们要用这一种 这个绝对可以杀他们多一些 不知道能不能完全杀死了但是这一种很厉害的 颗粒状 像这一种叫做福丹估计很多人都听过 这种很厉害的 像这一种要挖挖才行 撒上去 把它混在土里面 细烟就是细烟了我也不敢保证能 杀死他们但是呢 细烟归细烟 我们什么东西都要 用一下才知道效果好不好 爬出来了你看 要爬出来了 我有好多 昨天我们淋那个洗衣粉下去 一点用都没有 杀了个 几百鸡 这种红火仪啊大家见到了就不要靠近它了 它咬人很厉害的 别看它那么小小的一只 它咬起人来可厉害了 来来来来 这只 你看 又两只给它咬一只就行了 我拿一点 解药 解药 这一种 这一种就是解药了 咬啊 咬哎 现在它咬 我马上涂 这个 鬼真草啊 这个鬼真草涂上去之后呢它就 缓解 没那么疼 没那么刺痛 我捏你就像捏一只蚂蚁一样 来 这样子 它就缓解 这个被咬的疼痛了 因为 这种蚂蚁啊它有一种 液体 叮下去了它会 把那液体啊注入到肉里面去 然后 肉里面就会 灼伤了 第二天它就起浓了 OK 这样拖了就行了 就没那么气痛了 就这样子了 我们 这一个放下去了之后呢 要两天这样子再过来看 然后 看能不能杀它了 之后呢 我们要用 更多的方法 来试验 看哪一种 比较好 因为我也不知道大家家里面有什么东西好 所以 我什么东西都来一下 啊 今天呢 我们过来看这窝红火雨 这一种撒上去之后 它死没死完哦 现在呢 我过来跟上一次的情况不一样了 大家看 这上面呢 已经没有那个挖出来像上次那么明显了 这个红火雨的挖的时候啊 很明显的 现在看到的也没有 那个蚂蚁爬出来的了 不过我看到下面还有爬的 你看 这下面 这旁边这里还有 用了两种方法都没用 无敌的蚂蚁啊 你看这只 这只 这只 这只来咬了 没看到那么小哦 咬人超痛 还被咬一口 你看这里 这里一窝两窝 谁说有 五六米远啊 你看一窝两窝 这里三窝 四窝 五窝 没有四五米远吧 你看这窝那么大 要是 这一窝拿来 就拿来弄那个 倒那个 铝浆进去的话好了 对吧 好大个啊 我去这个够大 这个要是淋那些液体下去的话 厉害的啊 像我们这边田里那么多红火以外 我们要用那种铝 主铝的那个全部倒进去 然后 全部拿来做那个艺术品呢 这边可多了 以后啊 有大家看的呀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观看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